嗯嗯 嗯 嗯 痛嗎 那是小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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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悠悠 我今天已經打完疫苗了 就是那個輝瑞的第二針 早上九點半打的 現在是四點半 嗯,已經好幾個小時 目前的反應就是 綁子疼,抬不起來 根據我周邊的朋友告訴我的信息 可能是再過幾個小時,有可能 會發燒 所以呢,今天娃爸他剛好也休息 他跟我說,今天晚上就放我假 我不要管淋醬 反正他照顧他 我就早早洗好了,準備休息 在這呢,這一天我也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大家也都發現,林家已經開始進入叛逆期 然後說話各種就是很晚看媽媽的那種了 所以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好好討論一下 也是向大家娶一下今兩歲的孩子 該怎麼帶比較好吧 然後我一直對著視頻這樣說 我感覺大家可能也不想看著我的臉 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說的磕磕巴巴的 他們就一邊跟著我的視頻 林家和爺爺奶奶的相處的視頻 這個就是昨天我們在奶奶家聚餐的時候 林家一直對公公說了兩三次討厭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一樣的心情 他太瓦卡媽媽了 但是呢,他說完他話之後 我們都有叫他說不可以說 也跟他開玩笑 你不能這麼說我 只是呢被我剪輯視頻的時候 可能怎麼說呢 因為太長有的地方沒法都剪進去 就給掐掉了 所以讓一些朋友很擔心 讓我們要及時制止 在這裡呢我們是挺感謝大家的 謝謝大家一直都就是說 在細節上這麼注意 也提點我們 真的有的時候我們也就是當局做你吧 可能我們的家長 我們自己有的時候真的也會忘記 不知道怎麼叫他好 目前這段問題可能就是林家呢 真的就是知道大家都寵他 尤其是在奶奶家 然後對奶奶啊 對爺爺 對我們這些人 他就覺得可以為所欲為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應該是呢 還有很多話語他不會說 他當時想要表達的感情就是應該 他不喜歡這些事 然後不喜歡你讓他做什麼 所以他就說討厭討厭你 在我們大人的意識裡 討厭一個人可能真的就是不想和那個人有接觸 就真的會遠離那個人 但是林家他的討厭可能就是比較一時的瓦卡媽媽 當然呢說這個話是養成習慣是真的很不好 那天呢他還說了兩次的討厭姨 然後後來飯後呢 這就是我們飯後出來 他就跟姨姨出來玩 但是他也說了 他說要媽媽一起 然後我們三個人一起出來 剛好公公帶來林家玩 我就在旁邊拍拍視頻什麼的 因為好久也沒有拍公公帶林家出來玩的這個視頻了 特別是我們現在待的這個地方是以前公公生病嘛 大家也經常看到幾乎每周都會有一期左右 他們在這塊玩的視頻 最近真的好久都沒拍了 現在和我們說話的這兩位老人呢 是公公的叔叔和嬸嬸 他們今天主要是過來給我還瓶子 就是前面我給他們送了一瓶那個紫蘇水 我沒想到他們把瓶子還拿過來還給我 然後還放了一包那個就是那個方便麵在裡面 日本人他們就是說好像對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我拿你一個梨肯定會還你一個蘋果或者什麼的 尤其是我們晚輩給他們長輩送一點東西 他們就會基本上就會加倍的還你 就像今天這個我早上聽奶奶說他們打電話 問我今天來不來的時候 我後來給他回過電話 我有這個叔叔的就是這個爺爺的小爺爺的電話嘛 我跟他說你們不用送過來了 然後他說知道了知道了 我沒想到然後我們吃完飯在這玩 他剛剛又送過來了 直接拿到奶奶家了 我們家林家還是有一點點認真 就是有些人他見著了還是會緊張 就是不想跟他說話 但是他每次人家跟他要拜拜 他就是最勤快的 就是巴不得人家走 我公公每次帶林家出來玩車都特別開心 真的 記得夏天剛到的時候他們經常來這玩 現在一個夏天又過去了 感覺時間過得好快 那我們繼續再聊林將吧 你看這像剛剛說他討厭爺爺的樣子嘛 真的小孩子他真的就是特別任性 當時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一點都不會考慮大人的心情 所以呢這個 也有朋友說教我們用什麼方法 看他能不能改掉這個口頭語 就是討厭的這個口頭語 雖然不是什麼特別大的意義 但是呢就是說咱們聽起來不好聽嘛 還有就是小傢伙呢 最近好像學話是真的挺快的 他而且是一周 好像每周都會有新的辭職出來 甚至每天都會有我們印象不到的話 就自己就會說了 就跟你說 對什麼也都好奇 然後就是比較任性 比較瓦卡媽媽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兩歲的孩子都這個樣 如果他現在呢 除了吃東西啊還有什麼事知道會分享 會顧及別人的時候 別的事呢 就真的就是以他自己為重心 就是一不高興的就說 我討厭你拉倒這些話 就是公公給他抓了一隻螃蟻 玩 中國呢 這個樣子的雨露 對嗎 對 就是大家你們那裡 見到這種蟑螂有什麼說法嗎 我們那裡是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是見到蟑螂 大家都說要下雨了 還有螞蟻也是 那好了朋友們 這期呢就分享這麼多 我今天想向大家討厭的就是 兩歲的孩子該怎麼帶 我們家林江可能真的是脾氣不好 但是他現在真的是已經進入兩歲的這個 第一個叛逆期 但是有的時候我一個人帶他 在家的時候 我特別忙 然後他就各種任性 我真的太崩潰了 反正他的批評 我判了好幾下 我爸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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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這了 最後大家 可以在視頻下方告訴我 兩歲的孩子該怎麼帶好嗎 謝謝大家 最后教大家的日文小單詞就是 Wakamama Wakamama 就是任性 好的朋友們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